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想放弃这个小讲堂 因为经常收到一些诋毁 播放量也很低 但是在评论区里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在这里谢谢朋友们了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的支持我 长按点赞三秒 强烈推荐一下 好了 赶快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自古以来 兰花就是很多文人赞赏的名花 因为兰花大都长在深山之中 大花香浓郁 叶片飘逸 有一种高雅的姿态 风姿潇洒 所以很多文人便常常用兰花来暗喻自己的秉性 而现在随着园艺水平的提高 兰花也从深山中到了每家每户 而且喜欢兰花的人并不少 不少兰花 家里就种了好几个品种的兰花 但是也有些花有 养兰花一直失败 总是出现烂根黄叶的情况 其实 大部分是因为基础没有做好 才会频繁出现这些问题 特别是在这个九月 所以我们在养护过程中 得避开这三个坑 心知心意搜搜长 绽放层叠群栏 第一坑 换盆位消毒 想让兰花长得好 我们在就得把土培好 但是在配土的时候 也是需要给兰花做些小修建工作 不是直接把旧土去掉就行 特别是刚刚入手兰花的时候 把兰花放到阴凉处养护几天 让它适应环境之后 最好就给它重新换一下土壤 在换盆的时候 要先把一些老化的根系都去掉 特别是一些发黑的部分 不要留着 而且还需要涂上多菌灵等 先消毒一下 去除一些病菌 之后不要马上复土 最好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让它风干切口 第二坑 土壤板节简化 其次就是配土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辅液土之类的酸性土壤作为主土 再搭配一些大颗粒的机制 例如花生壳 执金石 河沙等 但也有人直接用原土或商家配送的土壤 但是这种土壤很容易板结 而且酸性不足 会影响兰花的根系吸收营养 养蓝的时候 用自来水浇花时 最好静置几个小时 让温度接近室温 同时挥发氯气 第三坑 水肥频率过高 养护兰花的时候 浇水频率不用太高 它的根系是肉质根 而且它兰花也是洗半阴环境 因此水分流失不会太快 我们浇水的时候 不用每天都给它浇水 特别是在兰花入春这个阶段 兰花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这个时候是长叶长根为主的 选择花多多一号这类蛋甲肥即可 养状养肥 后期分化花芽的速率会更多 当然现在秋季 我们可以选择磷甲肥为主 在花期的时候 选择花多多二号即可 磷肥的补充可以加快花芽分化 同时保证正常的阳光日晒 一般日晒三到五个小时 叶片会通过阳光 转化能量 而且要适当输累 把较弱的花芽去掉 保证养分供应充足 绽放花朵状态更好 如果你家里的兰花一直烂根黄叶 估计是土壤配土和平时的水肥管理没做好 所以我们在入手兰花后 要简单做下消毒杀菌工作 再给它重新配土 保证土壤肥力透气 并保持微酸性 并且渐干渐湿 同时及时施肥 就可以让兰花多冒芽 花开一茬茬 现在也是兰花饮种的季节 来看看兰花饮种应该注意啥吧 严把品质观 好得开头等于成功的一半 饮种兰花 把好质量观很重要 蓝友们在饮种时需擦亮眼镜 应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将病态蓝去之于门外 蓝草有壮草大草 中草 弱草小草之分 价格相差较大 技术过硬的蓝友可适当饮种中 小草种养 既节约资金又能提高自己的养气 其乐无穷 初学养蓝者最好饮种适应性强的原生种起发壮草 价格虽高 但相对亦种养 养蓝不能急于求成 应从一般品种养起 循序渐进 逐渐摸索惊艳 再养名贵品种为好 初养蓝者最好请行家把官参谋 切记心血来潮盲目印尽 把病态蓝带回家 毁之晚矣 我是艾兰说威子 今天的小讲堂就到这里了先 比较仓促 饮种问题没有说完 下期补上 谢谢大家的观赏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呀 就这样了 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在这里了也不见不见不见 there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 if 你找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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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bas